有時候大部分時候都是男生 是需要扮演比較強勢的角色 你是嗎 我是絕對100%的強勢 強勢到頭髮都沒了 你就知道 對 非常非常強勢 所以你就要有這個肩膀 帶領的另一半 你的理念是什麼 我的理念就是 一家之主 沒有 就是只要我 就是一定在前面 如果有事的時候 跑羅站前面 咪咪站後面 就是有自我來擋 有什麼事情我就是擋第一個 出第一個就對了 這樣我舉一個最簡單 最簡單的例子 就有時候咪咪那時候 剛懷孕的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帶去散步 因為有時候要常常散步 要生產後面要自然產對不對 結果我就走... 在敦化南路那邊 你知道敦化南路那個 紅綠燈很長 對 那個大概三 四線道 中校敦化那一條 對 那個分隔島 對 敦化新椅 其實就是敦化新椅 然後那邊有很多分隔島很長 結果就看到前面 叮噹噹那個小綠燈就開始這樣 有時候看到你小綠燈 你熱血會起來 因為他就會這樣 怎麼會熱血 30秒 會怕 對 會怕說怎麼辦 要過不過...這樣 這時候男人就是要當機立斷 要過就要過 不過就不過 因為頭過身就過對不對 那時候男人每分每秒都在做決定 男人每分每秒都在做決定 這個紅燈 這個綠燈要不要過... 過了會不會怎樣 那時候就想說30秒 30秒看一下周邊狀況 後來我回去了 然後我就這樣 就待著明明就這樣往前衝 危險 因為那個停不了的話 大概要等3分鐘 而且我們那時候要趕那個電影 所以我們就這樣衝過去... 一過以後就還好 而且我還故意放慢角度 就慢帶跑這樣 好像在跑 但是實際上是慢慢跑 因為我要配合他的角度 就這樣慢慢... 這樣過了 我過以後想說沒事了... 剛好在1秒的時候就到了 到對面 我說好 那我們等一下那個 看電影 你滅華麗 對啊 頂不到了 然後到了以後我想說 等一下我們那個電影 等一下要看幾點 是幾點的時候 站在那裡講的時候一看 旁邊不見 一明明就回頭一看 我們不是在安全島嗎 他被卡在安全島的正中間 結果後來我就沒辦法 就只好等他 就等... 然後綠燈過來 他就過來 過來以後他就... 他應該在芬科島那邊 跟你講 因為他有點氣 你祝福我們母女平安 人質在我這兒 鋌而走險 對 他真的就是 有點火到你知道嗎 他就說你怎麼可以 自己走都不該 我就自顧自的 他就說我們男生都自顧自 都不理他說 你當下夢 我說其實我是想說 要投過生就過這樣 所以後來就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 這個沒處理好 其實會有糾紛 會生氣 一般的情侶 就是如果一般我男朋友 如果這樣子對我做的話 我會生氣 你可能會是懷孕 對 這個是要貼心很重要的 一個小心點 對 你知道有一句話叫 軟土伸絕 軟土伸 就是如果說今天他我行我術 絕對是有人把他寵成 我行我術的 不管是你 或是他以前的前女友 或是他的家人 所以說要面對這樣的人的做法 最好就是你要設成一堵牆 就是你不要讓他隨時 就是好像他的時間就是時間 你的時間永遠都在配合 我們常常有時候 因為我們不好意思 我們覺得我是好女友 我是好男友 我們都不敢說不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一次 兩次 三次讓他知道 你也有自己的時間 那就沒有問題 謝謝四位的分享 謝謝全 handmade 兩次謝謝 那握袂 我是小支 business 了 頂 感谢观看